不知不觉又到了历秋之时 秋风起 鲁鱼肥 此时的纯菜也还嫩滑 大家好 我是研究所的西塔 今天我们就做一道纯菜鲁鱼羹 来应节气而食 这道菜的主角之一是 新鲜鲁鱼 清洗干净后 给干水分 将鲁鱼起肉 剩下的鱼头鱼骨 斩箭 加适量的油盐 抓匀备用 鱼肉切双飞片 加少许盐 蛋清 搅匀备用 纯菜自古乃江南名产 应付着果冬般的粘液 而口感特别 将纯菜过水后沥干备用即可 热锅 放入鱼头鱼骨煎香 鱼头鱼骨煎成两面金黄色后 倒入开水 加适量料酒 盖上锅盖 熬十五分钟 这时候拿准备勾芯用的淀粉水 开盖 把鱼骨姜片捞起 只留奶白色的鱼汤 放一点胡椒和盐调味 倒入鱼片 轻轻划散 勾芡 煮开就可以关火了 一道美味银鸟的纯菜鱼鱼羹就完成了 稀愁正好的奶白汤羹 漂着锈针荷叶般的纯菜 和展翅蝴蝶般的鱼片 鱼肉鲜味甘甜 纯菜脆爽滑嫩 鱼汤浓而不腻 如果你还有什么东西 想要做出来吃给你看的 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哦